大家好我们都知道桂花它的花期呢是在秋季一般的进入九月份之后呢这个桂花呢它就可以开花了 那么现在已经刚刚进入七月这个时候养护是非常的关键的 这个时候的养护就关乎着你的这个桂花在秋季到底能不能顺利的开花和开花的多少也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进入七月怎么养护才能让它能够在秋季顺利的开花呢 首先充足的光照是非常重要的桂花是特别喜欢光照的植物而且呢它非常的耐高温 我们在夏季的话呢一定要给它充足的光照这样呢才可以有利于它进行花芽分化 如果光照不足那么它后期呢开花会特别的少 水呢在夏季大家一定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如果夏季光照特别强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下遮阴 那么第二个我们就是要做好这个控水 不管是什么植物要想开花我们都可以利用这个控水触花的原理 让植物有危机感这样呢有利于它花芽分化 然后长出这个花蕾花苞 那么我们夏季怎么浇水呢 这个时候浇水的话呢我们最好就是采取干透浇透原则 但是不能够完全干透就是大概干到八九分的时候 我们再来给它浇透水 但是浇水一定要注意避开中午这个时间段 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合理的施肥它要想花芽分化开花那么就需要足够的营养来支撑 如果缺肥就会影响它开花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用肥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过多的使用淡肥 淡肥用了多就会影响它开花或者是导致它不开花 我们用肥最好就是补充足够的磷甲肥 但是因为夏季温度比较高又不适合经常施肥 我们最好就是薄肥勤施 可以呢将磷双琴甲稀释1000倍 大概10天到20天左右给它喷洒一次 等到它宁静花期的时候呢就可以适量的增加用量 当然我们也可以和这种洗酸植物型有精阳液来交替使用 因为呢这个桂花它是洗酸的 我们呢只用这个洗酸植物型有精阳液呢既可以补肥也可以补酸 那么我们在这样子做好的这三点之后 你的桂花入秋之后就能够爆花了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